金哥写了什么在那个小纸上 写了什么秘密 我在陈捕香的底下写了 其实他吃甜食 搞几期就吃了 这个可能是过不去了 过不去了 对 他就是有可能就是那种人 越喜欢谁越拧着干 就是用某一种方式求关注 这个是一种喜欢的表示 可是这很有意思 就是两个女孩子都说了她们冷 对不对 好冷 你是不是冷了 赶紧披上 我已经冻姜了 是啊 太冷了 好冷 对 可以冻一冻 至时就把外套脱下来 对 但是如果这时候浦江把外套脱下来了 大家应该会吓到吧 她应该脱下来会裹住奶茶 说不要让奶茶冷掉 我支持你 有可能 可是她对珍珍是很有好感的 好 对不对 就是种种迹象表明 就是小文在那儿就是 气泡 电灯泡 浦江心里巴不得小文不在 太诡异了 真的 我的妈呀 完全是冲着珍珍去的 她这趟车搭的 还坐副驾驶坐 哪有男生说 因为我确定是因为浦江的亲戚 她的朋友 一直都坚信 她喜欢的款 是熊珍珍款 是 当然还没有美丽和那个谁过来 就是逸琳还没有来 不知道她口味会不会发生改变 目前没变 前一晚她发给的还是珍珍 对吧 而且还是在家俊跟珍珍这么铁的情况下 她还是给了珍珍的 就看得出浦江的对珍珍的执着 也是个执着的男人 傻归傻 可爱挺可爱的 反正她是我身边朋友当中 人气榜和气人榜的并列第一名 就是浦江 她其实挺可爱的 对 人气榜 气人榜都是她 但你要跟她做男朋友 她能类似你 因为她永远不按照你那套账 比如说 真是你女朋友了 你脱件衣服呗 她可能真不会脱 就换你们如果两个女生 然后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会去坐副驾驶坐吗 会 你对那个司机的尊重好不好 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 你当然要坐副驾驶 三个人 就是有两个姑娘和一个男生 三个人 那如果我很对司机感兴趣 那我肯定不会客气 推来推去 就说那我坐前面好了 我随便找一个借口 像我这种真的晕车 我真的也喜欢坐副驾驶 就说出来 男生呢 两个女生在场的情况下 司机是女的 那我会选择坐后面吧 后座 我觉得应该要让女生跟女生 靠得更近一点 那我可以在后面 那是你对这两个女生 都没有感兴趣的情况下吧 不啊 我对这个女生感兴趣 那我在后面的话 我还可以听他们在说什么 Jeffrey还有别的招 所以Jeffrey不肘 我觉得你说是对的 你相信你 你坐后面 他不肘 要庆哥呢 会坐副驾驶座 还是坐后排 后背箱 后背箱 坐 坐上面去 要不我来开吧 你看看 诶 成熟奶